由穷人之称之称的雅西西 目前聚集了一千多名年轻人 为一种接近自然环境的可持续经济模式进行讨论 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的变革使它更为公平 这项名为方济各经济的活动 昨天9月22号开始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穆罕默德·尤努斯 美国经济学者杰弗瑞·萨克森等50多位国际知名专家与会 参加方济各经济会议的年轻人 9月22号上午 以现场音乐表演拉开为期三天的活动序幕 最后他们将进入了深入探讨会议小组讨论和圆桌讨论一程 在这些会议中 他们将展示他们的想法和项目 以为改善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亚西西大主教多梅尼科·索伦蒂诺表示 叫做方济各邀请年轻经济学者 以方济各经济模式为经济复兴开辟道路 他表示许多人非常富有 但其他人则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现在是时候更新经济 更新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人人都有责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而青年彼此激励将更具时代意涵 这项会议可以帮助青年为世界创造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 来自乌克兰的奥莱纳科·米萨连科 目前在罗马攻读博士学会 她的家人住在乌克兰南部 离战争前线不远 奥莱纳希望与世界各地的青年分享她的经验 以推动和平事业 来自香港的经济学者 目前住在英国的林思俊表示 可以说服政策制定者实施改善生活计划 以创造幸福的经济政策 与会的青年有30%是经济工作者 另外30%则是参与研究的硕士或博士 其余的40%将自己定位为变革者 教宗方济各将在9月24号会议的最后一天出席活动 她将发表演说并和年轻人会面参加一本表演 青年们也会在教宗方济各面前签署方济各经济协议 演奏 你鹰 还是比赛似的 应该说